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 站上这么荣耀的舞台 花了16年的时间 终于取得了一个机会 跟傅先生通电话的机会 这一次大会也荣幸的 跟傅先生第一次通电话 通电话的时候 内心无比的激动 写字的时候手都在颤抖 结果的话 在非常紧张的谈话过程当中 吸收了非常强的能量 那这一次大会给我的这个主题呢 我也如实地跟傅先生 汇报我的成长经历 傅先生说 你就如实地把你展示给 在座的各位就好 所以今天 无论讲的是否真实 结束以后 各位你就记住 是一个叫胡志刚的人 胡说的 有一句话这样讲 天雨虽宽 不润无根之草 成冠很好 会度有缘之人 今天 我在成冠这个环领当中 我的经历 有点 好像 起起伏伏的 这个经历的起伏 一会儿我跟大家来展开 展开之后 它会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我刚做案例的时候 我的领导人 陈来发先生 李越荣 FC 他们移民到 加拿大的温哥华 那我呢 没有见过他们 2000年4月份的时候 我的领导人发言 第一次到了河南的郑州 到郑州之后 我第一次看到了 安利未来的生活方式 当时我记得他 问我们一句话 各位你们兴奋吗 我说我们很兴奋 他说你们为什么兴奋 这句话我始终记得 最后他抛出的答案是 因为你们能够看到希望 而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做到银章 去了这晚 差一点被前排银章的刘州 脸下抬来 你还没有做到银章 请你坐后面去 下一个月 我就很努力地做到了银章 提起河南 可能各位有点陌生 特别是一些海外的很多朋友 没有去过河南 那我们提起江湖 不得不提起各大门派 提起各大门派 有一个著名的门派 叫少林 那么少林寺 就在河南的郑州市 少林武功 名扬天下 有机会 欢迎在座的各位 去河南做客 河南还有一个著名的 叫太极 太极的发源地 在河南省的交座 那么太极的阴阳 也告诉我们 做任何一件事情 离不开3S的工作 零售推荐服务 所以呢 欢迎在座的各位 有机会到郑州 有机会到河南 看一看 河南也是著名文化的 发源地 皇帝 也是在河南出生 长大发展 最后成商有名 那我是在1992年 到了河南武警总队 第一支队 1992年到1996年 我是在武警部队里面 待了四年的时间 在部队里面 学会了一件 很重要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它肯定需要勇气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要有胆量 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有学会独立处理 这件事情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武警 我们的任务就是 看守在押的犯人 不可以逃跑 如果他要逃跑 你正在现场的时候 你要学会 如何独立地处立 处职这件事情 并且让他圆满地结束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 哦 成冠的理念 独立而不孤立 独立地运行自己的事业 独立地去成长 所以这个价值观 这个思想体系 也让我在后来 做安利事业过程当中 我也得到了 很多的一些启发 当然我们97年的时候 离开的部队的时候 踏入社会 我当时就有一个规划 这个规划就是 我一定要明白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呢 这是我后来 在我人生当中 是我的左右名 经常让自己归零的一句话 我觉得做安利的领导人 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必须要死磕自己 内观外求 那三句话是什么呢 是我当兵几年 天天在那个监狱的 四面墙上看到的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 你是谁 让自己定位 不停地归零自己 第二句话就是 你为什么来这里 第三句话写的就是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这三句话是 给每天放风的犯人看 看见的 引起他们的思考 当我踏入社会之后 当我在不断地成为 漂泊的人群之后 我突然之间发现 我是一棵无根之草 以前的根是在部队 踏入社会之后 我成为无根之草 所以那句话我才知道 天雨虽宽 不润无根之草 所以我就有开始 理清思路 我到底为什么来郑州市 我来郑州市是干什么的 我要在这里发生什么 我未来有什么故事可以讲 所以我的第一个决定就是 找到一份小工作 稳定下来 然后我在一个大型的娱乐广场 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在娱乐广场里面 当保安部的队长 管了三十多号人 然后在半年的时间之内 我每天回到宿舍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这三句话 我是谁 我是保安队长 我为什么来这里 我在这里是为了填饱我的肚子的 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好像还是为了填饱肚子 所以当这三句话 在我人身上一套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件事不是我该干的 半年之后 果断地持去了我的工作 选择了一个小买卖开始经营 这两年的小买卖生意 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当你具备一棵大树的思想的时候 社会会让你历练成为 你只能有成为盆景的那么一点小地 无法让你去生成 虽然有一点点小根 但是突然发现 天雨虽宽 可以润 有根子草 但是草它毕竟还是草 无法长成参天大树 没有办法让自己 未来的事业 茁壮成长 以至于基业长青 硕果累累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明白了这件事情 第一年我批发冷饮店 第二年那条街七八家 和我一模一样 冬天的时候我卖点小吃 结果后来发现那条街 全是卖小吃的 和我一模一样 所以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我明白了一件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 我想成为树 但是现实只能让我成为盆景 而那个时候 当我拥有大树般的梦想的时候 而现实只能让我当盆景的时候 它对我的思想产生了触付 我要突破我自己 但是不知道从何突破 当我们夫妻二人 天天坐在我的小商店门口 在思考着 我如何能够解决 这个盆景的土壤的问题的时候 如何能够解决 让我这棵树的思想 这棵树的梦想 能够长大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一个思维 叫无奈 没有办法 不知道如何去争取 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而这个时候 我优秀的介绍人出现了 我的介绍人观察 我们已经很久了 当时我们做小生意的时候 我们只有二十出头 他当时观察我们很久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问题 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能够从早晨六点钟 居然忙到晚上一点 甚至有时候忙到凌晨三点 这么能吃苦的一个人 安利不就是要给这些年轻人 提供创业梦想吗 提供创业机会呢吗 而这个时候 我们对安利没有丝毫的感觉 我们也不知道安利里面有什么 我们只是感觉着这个人是个陌生人 我们觉得不太容易相信他 所以我和我的介绍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博弈 这个博弈的结果就是 他和我们讲了一百多次的安利 我们拒绝了一百多次 最后决定把商店搬走 这个地方不可以再待下去 我是非常有毅力的 而且我是一个弹簧 你给我的压力越大 我的反弹力是越大的 这个时候 当我们决定搬走的时候 没有找到合适的门面房 看来成冠很好 一定会度有缘之人 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搬走 我们又想不出很好的方法 我就跟我太太商量一件事情 不就是办一张卡吗 我们办一张不就行了吗 所以在拒绝了一百多次之后 在99年的下半年 我主动敲我推荐人的门 办了一张安利卡 去银行里面 随便填了一个身份证号 就办了一个存折 塞进了安利公司 认为事情结束 后来才发现 办完卡之后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办卡只是开始 成长第一步开始了 所以我的推荐人 就有了屡次的邀约 让我进入安利事业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介绍人 他能够有这么智慧的眼光 来看到我们 这么能够勤奋的年轻人 在努力地打拼自己的将来 而同时 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我的教人当初说的一句话 讲安利是我的快乐 听安利是你的痛苦 我把我的快乐 建立在你的痛苦基础之上 我看咱们俩 谁能够坚持过谁 我的教人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我每天都折磨你一次 我不相信你能坚持得比我时间长 果然不错 我们和成冠的缘分 就这样连上了关系 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成冠 什么是武当 什么是少林 不知道 只知道加入了安利事业 我们就开始了起步 我们就开始了成长 我刚才讲过 我们是一个很喜欢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的人 我们喜欢面对困难的时候去死磕自己 我们喜欢从自己身上去找到答案 后来学了五星领导人才知道 我们加入安利事业的时候 我们和安利的五颗星很多是对照的 我做安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我非常优秀的太太的引导下 我们发生了一番非常精密的对话 这一段对话 决定我们十字路口的拐点 所以人可以输在起点 人绝对不可以输在转折点 而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你是引领你们家庭转折点的人 未来永远这个故事 你将是主角 因为我们转让生意的时候 我们在转让生意的时候 我们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我太太说 我们做安利吧 我说万一安利做不成功怎么办 她说万一安利做成功的呢 我说万一安利做不成功 电的没有了 她说如果安利做成功的 还要电干什么 我说万一安利做不成功的话 防贷怎么办 她说如果安利成功了 哪里还有防贷 各位你觉得这几句话就能打动我吗 没有 最后一句话我崩溃了 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没有做安利 我们也没有好过到哪去 为什么我们不敢尝试几年呢 万一干不成 我们会来继续卖比基尼 最起码我们试过 最后这一句话给了我启发 让我产生了念头 这个念头我们决定全力以赴做安利 当时在99年底的时候 我们还有每个月一千块钱的房贷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去打工 也只能赚一千块钱 我们两个人上班 顶多还房贷 没有生活费 所以我们当时把我的小店 转让了两万块钱 一万块钱存在房贷里面 另外一万块钱 我们就投入到安利事业里面 我百分之百的剩余资产 全部放在安利事业里面 虽然不多 但是那是一份产品新的表现 我把安利的产品全部拿回来 我自己要去使用它 理解它 因为我刚才说过 安利的事业的成长 一定要学会死磕自己 让自己进步 我知道如果我要让产品销售给别人 我必须知道安利的产品好在哪里 我们不仅仅买了一套 而且我们买两套 自己用一套 另外一套决定去使用 我们在家里面琢磨产品 当时我爱人是油性皮肤 我们还买了干性皮肤的化妆品买回来 我们要尝试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顾客有干性的 有油性的 从开始 我们就下了一个决心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我要把安利这个事业做大 我肯定是要成长和进步的 如果我自己不成长和不进步 我怎么吸引别人呢 就是我经常理解的一句话 安利的领导人就像花朵 我们要推荐的对象 就像蜜蜂和蝴蝶 如果我们想把蜜蜂和蝴蝶 吸引过来 我们让自己这朵花 开得更艳 开得更大 开得更多 开得更密 蜜蜂和蝴蝶 成群的不就来了吗 所以我们特别重视 我们自己的成长 当时我的推荐人 如果只有一张票 我说这张票 我们夫妻俩 一定去一个人 不会给别人 如果有两张票 我说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去 后来我的伙伴跟我讲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张票 我告诉他 我说我只能保证 我绝对不会在安利里面消失 但是我不敢保证 你会不会消失 所以这张票不能给你 除非我多出来一张票 我才能给到你 因为我们重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因为我们知道 在安利事业里面 要想真正的成功 必须懂得照顾自己 成长自己 昨天赵博宇FC 讲了拳击 我告诉各位 拳击还有一个窍门 和安利是可以挂上钩的 拳击 我们要找一个非常强的对手 当我们在安利事业里面起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碰到很难搞定的人 我们一定会碰到很难推荐的人 所以这个拳击里面 我们要找一个强劲的对手 叫打不过也要打 不是为了打败对方 而是为了强壮自己 我们推荐不住他 我们也要推荐 我们启动不了他 我们也要启动 我们带动不了他 我们也要带动 不是为了带动得多好 最重要的是强壮自己 你强壮了 你才能给到别人安全感 你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别人才愿意跟你合作 你成为一个不断成长和进步的领导人 我们的伙伴就愿意跟着我们往前走 就像艾森豪威尔是将军的时候 记者采访他 为什么你每次打仗就有胜仗 他拿出一个毛线 他说我打仗 用这个毛线来做比喻 如果我在这个毛线的后面去推动毛线 这个毛线会推动得很乱 那如果我在前面拿着这个毛线头 我拽着它呢 后面的毛线资源是直的 后来 我才明白一件事情 安利事业里面 我的领导人发言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安利最重要的智慧是 懂得关爱你自己 我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 因为我第一次去广州听他课的时候 他一上台我就睡着了 他讲完了我醒了 因为我什么听不懂 讲得比较深奥 所以后来我才慢慢的去理解 安利最重要的智慧是懂得关爱自己 后来我知道 如果有一张票 我自己去学习 我自己成长的 这不叫关爱我自己吗 今天天气非常冷 我一定要走出家门 让天气动我一下 让我更结实 这不是关爱我自己吗 并不代表下雪天 我在家里面享受的暖气 就一定是关爱自己 所以呢 干不过也得干 推荐不住也得推荐 启动不了也得启动 目的是什么 关爱自己 让自己成长 让自己进步 让自己不断的有水平 这样子 我们成为领导人的 我们自然会带动 出来非常多的领导人 愿意和我们走在一起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做安利的时候 我们要解决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怎么去把市场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在郑州 发展安利事业 基本上是陌生推荐 我们没有人脉 我们不知道 每天当我们把生意转让之后 不知道出去该干什么 每天走到大街上的时候 看到人很多 我如何开口 如何启动 所以那句话又来了 做安利要成为领导人的 还是要死磕自己 我骑着自行车 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 到去转圈 转什么不知道 反正是我要转圈 我不能在家里面待 我早上出去转一圈 中午回来 吃了饭 再出去转一圈 再回来 慢慢找到灵感 我要认识这些人 并且去推荐这些人 并且把他留下来 那我就开始动脑子 我怎么样让别人 能够留下来呢 怎么能够让他推荐进来呢 我就想了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的第一步叫做 先交朋友 后谈安利 先交朋友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2000年起步的时候 先交朋友 后奏安利 结果发生了什么呢 2003年 我是可以从高级主任 直接上钻石的 我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差了两个月 因为柳出来当货 那一年非典 没有上成钻石 五个高级主任 两个 五个高级主任 一个部门已经四个月了 那个时候不懂 一点都不懂 也没有往前赶 所以04年 我们早早的就做到了钻石 05年 我们就第八组也脱离了 而我在做到钻石之前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没有外请过一个嘉宾 为什么没有外请嘉宾 因为我不认识 为什么我不认识 因为我天天在家里面死磕自己 所以不认识 我们就这样子 是什么结果 是什么观念 导致了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听 陈冠的联会 陈冠的培训会 傅先生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帮助他学会 帮助他自己 助人自助 助人自助的第一步 我先要学会自助 我才能够去助人 我自己帮不了 我自己 我怎么去帮别人 所以我自己要帮我自己 我就必须推荐更多的人 推荐了更多的人 我就必定要培养他们 所以我要去尝试 我就 我们就开始想一个问题 先交朋友 后座案例 这中间有一个案例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的启发 我记得我成功的 推荐了一个高级经理的市场 当然一串串下去 就是高级经理 那个时候 我们家门口 有一个卖纸的纸行老板 我为了跟他认识 我要去买一包纸 以前我们买一体纸 后来就买一包纸 买一包纸之后 我说老板 我把纸先放在你这里 我有点事 我拐回来 我再拿 我一拐就拐回家了 因为我知道 我把纸放在那三天 他每天都要想起我 他说这个人 怎么还没来拿纸 他就会想起我 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拿纸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老板你贵姓 他姓韩 我说韩老板 非常感谢 走了 过两天又去买了一包纸 买了一包纸之后 我必须要让他问我 他挖掘我是干什么的 所以我就必须跟他讲 你的生意很不错呀 不像我的生意 天天还要跟别人送货 我是在启发他来咨询我 他如果不问我 我主动说安利 我觉得好像不好意思 我把安利做得很有格调 但是呢 我又不能够太高雅 推荐不来人 所以我就启发式地问他 你的生意不错 不像我的生意 我看他问不问 结果他不问 我很着急 你知道吧 我说我的生意 跟你的生意有本质的区别 什么区别 你的这个生意 下雨的时候就没生意了 我的这个生意 越下雨生意越好 我看他问不问 他一问安利 我肯定不会说 他一问是什么 我才会告诉他安利 这个时候 他说安利 我知道 我必须把话拐走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别人一敲锣 我就跟着散干了 我就说 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了解吗 我就把话拐走了 不了解 这两天我有点忙 改天我来跟你探讨 走了 再过两天 等天下雨 我们两个人就 店的产品师范去了 我们就成功的 把这个人推荐了进来 我们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先交朋友 后座安利的方式 去推荐 当我们推荐进来人之后 我们就思考 我们如何让他能够成长呢 后来我就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们以前在当武装警察的时候 我们在有一个训练 这个训练就是 我是一个老的士兵 我必须交新的士兵 我要把我的军事动作交汇给他 当他成为老兵 他再去带新兵 而我在当兵的第一件事情 就要学军队列 这个队列就是我走了18年的路 我要重新学会走路 所以有分解动作 最后有集体动作 最后是群体动作 后来我才知道 让一个人成长 好像跟我们在部队里面差不多 先用分解动作交汇他 然后连贯动作交汇一个人 然后把一排的人 变成集体动作 走过去就整齐划一 然后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我当时说 我们当时有一个不太懂的理念 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 这个理念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 反正我知道当时傅先生说 帮助他 学会帮助他自己 那我就 当时就说 第一 我要让我的伙伴比我会讲课 那我要给他舞台 我要给他机会 第二 我要让他挣钱比我多 那我要让他有钱牌 我要让他有市场 我要学我生挖 当时是要炒根理念 什么叫炒根理念 没有经过正规军训练 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参加过 成冠的大会 我为什么想上高级经理 想上钻石 我想上钻石 一个最根本的动力就是 我想认识我的领导 发言 李FC 我想认识他们 因为我觉得 我要想做大 我必须融入到成冠才可以 当我做到钻石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做到了 我没有丝毫的安全感 我天天在家里面思考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一不请嘉宾 二不在外面开会 天天在安利公司里面搞BDC 搞BDC怎么搞呢 我们这些核心人 天天研究一件事 这段怎么样 卖货卖了不咋地 赶紧讲产品 这段怎么样 推荐不咋地 赶紧讲推荐 这段心态不好 来叫我上台批评一顿 我们就这种 不知道怎么做 就做到高级经理了 做到高级经理之后 我没有选择兴奋高兴 我选择思考 我是怎么做到高级经理的 我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缺点是什么 我要去验证我自己 所以那一年 我参加了我们团队 在桂林的一场大会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 做到高级经理的时候 终于迎来了 我的领导 对我的认识 那一次大会之后 有很多领导人就跟我分享 他说 你做这个事业 是真正的 把你的事业经验 传承给你的伙伴 然后你的伙伴在成长 你在踏实的做工作 那个时候才明白 哦 我做到高级经理的秘诀 就是傅先生 陈冠的这些领导人讲的 帮助他学会 帮助他自己 我就用这一个经验 就搞到钻石了 当然 大元这中间 后来还包含了很多五星领导人 我们对产品热爱 产品心没有问题 态度心没有问题 为什么态度心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死磕自己的人 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的人 从自己身上去发掘内动力的人 怎么样去先发掘自己 再向外去求经验 两方面结合 心态一定会好 如果我们只是拿来主意 不死磕自己 我们心态容易出问题 所以五颗心里面 我们还很有决心 要做一件事情 当我们决定上高级经理的时候 我说 我们一定要上高级经理 我们一定要上总监 如果我说 我们上了高级经理 我们钻石 我们上了钻石领导人不认识我们的话 我们就上行政钻石 如果我们上了行政钻石 领导还不认识我们的话 我们就去上双钻石 我都不相信 这些领导人不会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上 讲前的很大一个动力 就是希望能够融入我们成贯的大系统 融入成贯的这个大的理念 因为我上了钻石之后 我开始总结 我的特点就是 我去复制能力 建设团队 我的缺点就是 我们不懂什么叫四成四 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做 我们那个时候不叫四成四 我们那时候研究一个叫 二成二 一年推荐两个 然后多了忙不过来 后来发现不对 因为我第二年本来是可以上经理的 第二年让我成熟了 因为我上经理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在河南宣布 当时我们的领导人在河南的中心 当地领导人 我说我两年上经理 一下台 所有人握着我们的手 一匹黑马 后来发现 黑马也没当成 当了一匹黑羊 为什么没有上呢 因为我只有三个部门 没有按四成四的来 结果第三个部门一出问题 我们就扫席了 后来呢 我们就开始反思 我们最少要推荐四个 四个不够 八个 所以我们就一口气推荐了八个 第三年的时候就有六个成熟了 第四年的时候 这六个已经成型了 第五年的时候 七个已经成型了 八个基本成型了 所以我后来发现 哇 这个四成四这么管用 五星领导人这么管用 帮助他学会 帮助他自己 这么管用 我才慢慢地知道 正规部队和草根想法 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的想法是对的 而我上转时的时候 我又有一本书 对我启发特别大 这本书是基姆克林斯写的 从优秀到卓越 这本书让我上总监的路上 给了我帮助 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想的 因为优秀 所以你难以卓越 我就开始明白 如果我认为我很优秀的时候 我很难走向卓越 我要想起那一句话 我是谁 为什么来这里 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这三句话 实时让我们时常保持一种空杯的心理 因为这种空杯的心理 它的背后也支撑出来 我们的野心也很大 如果野心不够大 我们不愿意去空杯心理 很容易满足 当我们真正的明白 事成事的理念 事成事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非常的珍惜这个机会 到08年 我们就做到了营销总监 1314才年 我们就做到了高级总监 1516才年 我们做到了全球创办人会议成员 FC 我每上一个职集的时候 我都会问自己 我是谁 包括今天也是如此 这次会议也是如此 我是谁 我为什么来台湾 我来台湾是干什么的 我很清晰的思路 让我知道我应该干什么 回去该干什么 在1998年 在 不对 在2007 2008年的时候 我们很有幸 又认识了我们第二位领导人 刘岳荣FC 我们是在去地中海的时候 在罗马 第一次见到电视画面上的 我的领导 然后的话 在罗马那一次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让我们一路前行 所以我这非常优秀的两位领导 不断地鼓励我们 支持我们 帮助我们 包括成冠的这些领导人 很多的一些知识 理念 也在不停地 浇灌着我们这一棵 非常想讲成大树的 思想的树苗 果然 我们也确实是能做到 我们之所以可以做到 我只是告诉在座的各位 成冠的理念 让我们做到 成冠的文化 让我们做到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 我做到高级经理 达成目标那一天 我给我的领导发了一封信 写了一个短信息 我说 非常感谢 成冠团队 成冠的土壤 让我们这一颗 拥有大梦想 大思想 大格局的 一个小年轻人 能够逐步地去实现 我们的理想 梦想 让我们这一批穷孩子 有机会 也能够成为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对未来 非常有信心 我们对未来 非常有感觉 最后我希望 用一个故事 来给大家 我们有一个共勉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行者 他请教一个老和尚 他说 你在得道之前 你做什么 这个老和尚说 我在得道之前 砍柴 挑水 做饭 他说 你在得道之后呢 他说 我在得道之后 砍柴 挑水 做饭 他说 这两者 不是一样吗 他说 不一样 他说 我在得道之前 砍柴的时候 想着挑水 挑水的时候 想着赶紧回去做饭 他说 我得道之后 砍柴 就是砍柴 挑水 就是挑水 做饭 就是做饭 相互 淡定 相互不受影响 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安利事业里面 我们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们淡定地珍惜每一个细节 我觉得在建设团队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李FC经常告诉我们 细腻才会深刻 深刻才会感动 感动才会行动 所以用我们 细腻的三S工作 用我们成贯的理念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能够建设出一个 庞大的团队 在座的每一位 你一定可以做到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让我们再一次 有热烈的掌声 感谢 胡刚FC 谢谢 大家可以做 呃